大家好,大波西汉音界,再次跟大家见面了 最近网络上有一个歌传的非常流行,叫声辟字 声辟字呢,我们今天就按声辟字这个歌 然后给大家介绍一下中国汉字的声辟字 我们今天介绍的这个字是这个字 就是它里面的第一个字叫做 这个字叫做拔 拔,大家一看这个字啊 那个一看这个字旁边是个鬼,有鬼 就知道这个字肯定不是一个好的意思,对吧 那个这个字呢,首先呢,我们先来跟大家 按照我们的老习惯给它来个拆分 然后我们先看呢,它的左边是一个鬼 鬼怪的鬼,对吧 它是个半包围结构的 然后在那个右边呢,是一个拔 那这个字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我们从这个,就说它要是这个字读音 所以我先说它的读音,它读是拔 看到 二手拔 然后它是同这个字的发音 这个字的发音,它是同这个字 看到 认识吧 就是拔 拔,这个拔是什么意思 就是向上拔 知道吧 就是,我抓住手,抓住物体,向上运动 这就是拔 这就是拔 然后这个字呢,它的本意是什么 它本意是龙卷风 这个字的本意是龙卷风 为什么叫,为什么说它的本意是龙卷风呢 我们从这个,呃,字的,语算就可以看出 龙卷风,是不是就是 因为在过去的时候,龙卷风就是 把地上所有的物体全部吹到空中 就相当于把所有的东西全都拔到天上去 而且人们对天上一些,就是对天上又很恐怖 就是不知道天上有什么 能把这种全部都拔到天上去 所以说,他就觉得这是一种神怪的 神鬼的一种,一种力量 所以说呢,这有个鬼子旁 看到吧,有个鬼子旁 然后这是个拔 就是说有神鬼神怪的力量 把地上的物体,啊,全部拔到空中去 知道吗 这就是龙卷风 所以它的本意是龙卷风 但今天咱们讲的这个,这个,讲这个字啊 我们重点不是讲它的本意 我们讲的是一种,呃,是咱们那个 中国历史上,可能大家都非常关心的一种 鬼怪,叫什么呢 叫僵尸 僵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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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 他有三个事宜 第一个事宜是什么呢 就是传说 在那个 皇帝 皇帝时期 就是 咱们是 中国人是炎黄子孙嘛 就是皇帝时期 炎黄 炎黄里边其中的一位就是皇帝 还有一位是炎帝 然后指的是皇帝 皇帝的时候 皇帝因为 他之所以能称为那个 中国始祖 中华人民族的始祖 就因为他在远古的时候和一个叫吃忧的一个进行过一场大战 然后后来在这场战争中他获胜 获胜之后呢 然后确立了中华始祖的这个地位 然后呢 在这次大战中呢 皇帝有一位女儿说 据传就是神话传说 她是上天的一位神女 然后后来呢 在那个就是下一次下凡之后 然后帮助皇帝 然后那个打败了吃忧 然后这个 然后成为了皇帝的女儿 打败吃忧 这个他这个女儿呢 就叫就是这个 他的名字就叫拔 他的名字就叫拔 而且这是指的是一个神神女神女的意思 知道吧 就说这个拔第一个意思 他有个神女的意思 还有一个就是第一个 第二个呢 第二个就是 嗯 就是刚才咱们 我说咱们今天要讲的 就是这个僵尸 这个拔 是僵尸的一种 在中国传统的那个文化中的僵尸 它是分为好几类的 它是一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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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进的 知道吧 所以他第二次 这个拔就是这个僵尸 这几个层次中的一种 之一 这样啊 第三种 这种啊 嗯 好像流传的不是太广 但是 是有记载的 有记载的 它是怎么回事呢 它是日文记载的 就是日本的 日本的记载的 日本大家都知道 日本 它最早信奉的是天赵大神 知道吧 天赵大神 这个天赵大神在日文里还有一个名字 它叫什么 叫汉姆 叫汉姆 说是面似人 身似兽 嗯 它跑如风 然后一出现就会持续的大汗 就引发大汗 知道吧 为什么说它是这个拔的第三种诗意呢 因为在咱们这个中国这个文字 就是记载中 这个拔又称为汉拔 它其实跟那个我刚才介绍第二种这个这个僵尸这个是一样的 这个就是僵尸就是几种形态之一 嗯 知道吧 所以呢下面呢 嗯 我就给大家详细的 咱们就聊一聊这个僵尸有几种形态 好吧 僵尸呢就是在中国的传说中 僵尸呢一共有 六种形态 六种形态 第一种是什么呢 第一种叫 叫白僵 什么是白僵 白僵 首先它是 它就是呃 由尸体刚刚变为那个僵尸 就是由于地形啊 然后怎么地下吸收什么日月精华呀 什么吸收阴气啊 然后它就那个变成僵尸 僵尸呢它首先是就会长一层白毛 知道吧 会长一层白毛 然后呢 嗯 这种僵尸呢 它是最触及的僵尸 就是尸体刚变成僵尸 它行动比较迟缓 怕光 怕火 怕水 还怕鸡 还怕狗 就是有时候你看那僵尸 有时候咱们看过好多那种香港的僵尸片 那个大公鸡一叫 那僵尸就就得走了 因为它怕鸡 还怕狗 最重要是这种 这种僵尸它怕人 知道吧 它怕人 然后这种僵尸呢 嗯 它那个就是进行进化之后 它就会变成这种叫黑僵 黑僵顾名思义啊 它就是黑色的 就说僵尸 吸收日月精华 吸收那个那个引起之后 它会进化 进化了之后呢 它的白毛就会脱落 白毛脱落之后呢 它就那个 呃 长黑毛 长那种 就是说跟据说啊 据说啊 据传是长那种寸许的 这么长的 看吧 有这么长 这么长的那种 跟钢针是那种黑色的毛 这种那个黑僵呢 它就比白僵近了一步 但是它还是怕光怕火 呃 但是对鸡狗它就不怕了 然后呢 它是对人呢 它也不是很怕 但是呢 就是人在呃 就是活动的人 群居的人 它是害怕的 所以说它是 这种是吸吸人血的 是吧 这种是吸人血的 吸人血呢 它是怎么吸人血呢 它是在趁人睡着的时候 人类睡着的时候 它吸人血 然后吸血的时候 它吸那个人的那个 血里的那个精华 然后它再 第三种 就是它再进化 进化是什么呢 叫跳浆 跳湿 跳湿 这种跳湿呢 是有有有 它就是黑浆 又进化了一层 进化了一层呢 这种就是说它那个黑毛脱落了 就就它就没没毛了 但是它那个呃 就是说 一跳 它就为什么叫跳浆 跳湿 它是一跳 就跳着行动 你看咱看香港好多 那个镜石片 像是都是蹦蹦蹦蹦蹦蹦蹦 那种蹦的 对吧 它是跳 以跳为主 它行动是以跳为主 非常快 行动非常快 行动非常快 知道吧 蹦的 行动非常快 一蹦即是远 一蹦即是远 行动非常快 但是呢 这种它依然是怕光 它不怕人 它就开始 它也是吸人血的 然后 它这时候就吸 那个 就也是吸人血 吸人血 然后它之后再进步 再那个进击升级升级 就第四种 第四种是什么 就是飞尸 飞尸 知道吧 这个飞尸呢 它进化了之后 它就呃 它也是吸 也是那个要要要吸人 但是它就不吸血了 不吸血了 不吸血它吸什么 那个它吸人的精魄 咱们知道啊 就是在中国古代的神话传说里吧 人是分 是是是 是叫呃 三魂七魄 对吧 三魂七魄 这个时候呢 这个飞尸就是要吸收人的精魄 啊 吸精魄 就吸这个精魄 吸人的精魄 然后呢 而且它还吸这个呃 呃 幽名的月华 月华什么就是晚上啊 对着月亮 尤其是月圆的时候 西方也有好多那种呃 就是 叫叫黑暗之族嘛 他也是吸收 那个月亮的精华 一到月圆的时候 什么狼人变狼了 什么那个那个那个 吸血鬼出来吸收月华了 这个在中国传说中同样 这个飞尸也吸收月华 吸收月亮的精华 月华 他也吸这个 然后呢 而且这种僵尸一般就等于是 就是那种属于那种什么 百年了 百年几百年的那种 看吧 就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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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种大厉害的 比较厉害的僵尸 行动 他为什么叫飞僵 就是他他还是跳 他并不是飞 但他那跳的速度非常快 就是就是就游成飞飞一样 所以说他叫飞尸 知道吧 而且跳的那个幅度非常远 一步跳很远 就像飞一样 所以说叫飞尸 知道吧 这种呢 这是第四种 然后第五种呢 哎 第五种就是咱们今天讲的这个字 就这个字 就这个拔 看到吗 第五种就是说 飞尸在进化 就进化成什么呢 进化成拔了 看到吗 就进化成拔了 这就是第五种 这是比较高级的一种 就相当于是僵尸 这种僵尸呢 他就很厉害了 以前为什么说 刚才说是汉拔汉拔 对吧 就说 呃 这个就是在咱们的那个 呃 就是一说可能大家都知道 就是山海经 山海经里边是有记载的 就是有记录 说汉拔 汉拔这个 在那个 除了山海经之外 在那个咱们还有一本 就是古书上叫神异经 也是有记载的 叫汉拔 汉拔呢 他是什么呢 他是呃 就是说相当于是飞尸 飞尸咱刚才说 他是吸人的精魄 他不吸人血了 就是这个飞尸吸 就吸人的时候 你你一吸就把精魄吸走了 但是没有伤口 身体没有伤口 就是说他吸这个精魄 这个飞尸再过了百年 而且百年之后 看到吗 再过百年之后 吸这个精魄 吸这个月华 吸收了百年之后 他才能变成这个拔 这变成这个拔 这个拔呢 嗯 长得比较难看 说是青面獠牙 就是什么 长得特别难看嘛 青面 啊 獠牙 看这个獠 看这个獠 獠牙很难看啊 青面獠牙 长得非常的难看 但是他厉害特别大 说上能屠龙 上能屠龙 汗天 刚才咱说是汗吧 汗吧 为什么叫汗吧 他的能力就有这个 看吧 屠龙杀龙 龙是什么 龙是降雨的 是风调雨 保证风调雨顺的 他能屠龙 所以说他就能引起大汗 这就是上能屠龙汗天 下能什么呢 下能 引渡 瘟神 瘟神是什么 大家都应该知道吧 瘟神 瘟神在中国这个神话里边 瘟神就是病 就是瘟疫 他是主管瘟疫的一个神 一个神体 他能下能引渡瘟神 其实大家都知道 就是如果一个地方 只要出现大汗的天气 民不聊生 出现汗灾 那么接着就大汗之后必有大义 对吧 接着就会出现瘟疫 这就说是 说一说 就是说 这个他的能呢 就是上能屠龙汗天 下能引渡瘟神 然后大家说 这个拔是不是就挺厉害的 那他是不是就最厉害的 就顶到头了 他还不是 僵尸里边最厉害的第六个级别 这是最厉害的级别 叫什么 他 叫这个 认识这一字吗 大家认识这一字吗 这一字给大家标一下 这是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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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声 猴 这个就是 就是相当于是僵尸顶到天了 这僵尸就厉害了 他在魔界叫大魔王 这大魔王厉害了 大魔王 这大魔王他他就是说到什么级别 他和神与神是同级的 与神是同级的 然后在那个就是据传 就是有就是有这种神话传说以来 就咱们中华大地上有这种神话传说以来 说在中华大地这些我几千年的历史上说中华大地就出了一位 华夏大地啊 只出了一位 后来呢 说是被观音葡萄给收服了 哎 这都讲到咱们那个题目 咱们的题目上是什么 咱们的题目上说的是 西游记里边有一个僵尸 对吧 这这西游记大家就应该很熟悉了 松空 对吧 西游记 这是那个 非常著名 四大中国的四大名著之一嘛 西游记里边有一个僵尸 你知道是谁吗 你知道是谁吗 啊 僵尸啊 僵尸 有一个僵尸 你知道是谁吗 西游记里边我 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啊 就是在西游记里边有一集是 叫朱子国 记得吧 朱子国 朱子国王那不是被孙悟空 朱子国王病了 病了之后 然后孙悟空 扮成那个医官去给他治病 什么有锅底辉 什么巴豆 还有什么马尿 那个朱子国国王 被那个那个那个孙悟空给救了 救了之后说是他有个妃子 被那个一个妖怪给抢走了 他媳妇 朱子国国王的媳妇 那个被一个妖怪给抢走 那妖怪叫什么 叫叫赛太岁 记得吧 记得吧 赛太岁 他有两个那个铃铛 啊一摇就出火了 那个 就就孙悟空也也也干不过他 把孙悟空的屁股给烧着了 后来后来孙悟空还说是 他让他那个王菲 把那个铃铛偷过来 偷过来之后 他跟那个说是 说是啊 你那个跟赛太岁说 你那个是公的 我这个是母的 你那个公的怕老婆 你得听我这个母的 结果他玩了 他玩了 他玩了 他不会玩 把人的铃铛变大了 然后缩不回去了 那里边那个赛太岁 就是就是咱们这个 看了吧 后来不是最后来那个谁 关于菩萨把他收走的吗 说是说是那个 说是他的一个作器 说是当时什么 好像是诸国国王当王子的时候 把那个 嗯 就是 孔雀明王的一个什么 给得罪了 然后呢 当时孔雀明王说了一个 说是让 让他三年是是得瘟疫 还是干什么来着 然后后来这个赛太岁这个猴 就这个猴 他听到了 听到之后他就下来干这个事 然后相当于是 就是给这个 诸祖国国王应结吧 叫 这个里边 这个赛太岁 就是这个猴 就是这个大魔王 这个大魔王就是相当于是在咱们这个中华文明这个神话神神怪谷里边这个僵尸里边的顶级的存在就是猴 是吧 就是猴 就是顶级的存在 是说 就是中华这个由神史以来就出了这么一位还被观音菩萨收服了成了观音菩萨的坐骑 坐骑 成了观音菩萨的坐骑 哎 这个呢就是今天咱们讲的这个僵尸僵尸的整个僵尸一个过程看了啊 咱们简简单单的讲了这么一个字啊 今天讲这个字拔 今天讲了一个字拔 然后呢 理出了这么一堆的故事 对吧 这就是汉语汉字的一个魅力所在 就是简简单单的一个字 每一个字背后就像那个生辟字上面说的是 那个中国的汉字 五千年的历史 然后每一个汉字的一撇一捺里边都是故事 有很多的故事 看到了吧 好 今天就跟大家那个聊到这儿 如果大家喜欢 大波奇汉语界 请大家订阅我的那个频道 谢谢大家